能够送出威胁传球的 好了 哨声响起比赛开打了 这里是由PP体育为您带来的 200中超联赛 争冠组八进四四回合的比赛 由广州恒大淘宝 迎战河北华安幸福 上半场 给出来 这个球确实在一蹦一蹦的 有点难啊 空中球 没解位好 看看卡丽斯卡给过来 阿尔克森还在做配合 回座卡丽斯卡 世界波 比赛27分钟 塔丽斯卡终于是开张了 这是他联赛当中的第四个进球 终于摄门学找到之后 不一样的塔丽斯卡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重新 回到大家熟悉的视线当中 非常漂亮的一粒进球啊 从这次前场的一个反抢啊 解围 然后顶进去 这是解围的一个实物导致 人行的解围实物啊 导致对方的一个二次进攻 是 打的也确实漂亮 没话说 左脚圆越弯刀啊 没有拖泥带水 而且文教池文医的视线 也受到了一些干扰和影响 对 面前都是人 左脚动的弧线 这球确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 守护员刚看 车上比分变成了1比0 广州红大淘宝队暂时领先 刚才镜头给到了卡纳瓦罗 相信这个进球啊 塔丽斯卡高兴 卡纳瓦罗更高兴 是的 太渴望塔丽斯卡能够 足鞋方面可能压力也会很大 因为毕竟足鞋这边负责这个管理裁判员和派遣裁判员 所以说这个残编员出了一些问题 还有负责责任 费难多 2比0 35分钟 费难多 8比分开线成了2比0 这个球打的是真漂亮 是 一个进展的上角 费难多也是走到事项机前比例一颗星 此前他也在发布会上说到了 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 另外 对 也是上赛季毕竟在这支球里有过效力 卡丽斯卡给保利尼奥保利尼奥的助攻 真漂亮 两个直传 卡丽斯卡先给了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再轻轻往前一放 都喂到嘴里了 这个球 小摩托上来就是一脚 摩托在手天下我有 而且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一个爆竿的还不是低平球的 他把打起来打上脚 对 分枪就很难办了 球速也快 是 施大力全 确实这球手面也不太好反应 费南多上扬了暴力美学将比分该写成了2比0 比赛是进行到了36分 再给到埃克森 一锅 加速 内切 再敲 漂亮 二八一 再打 3比0 又是费南多 又要反 标志性的空翻 费南多今天是已经两射一传了 这场比赛费南多要来挣一挣最佳球员 这个球打的就是个人能力啊 最后这中路走就是一对一对二走内线 从缝里钻进去 是啊 然后保利尼奥的一个二过一球放在那 你看一点不约位 球往那一放稍微放到小了一点 然后半转体的一个打门之后的一个补射啊 这个二打一等于说二打了三个人 保利尼奥 这个球虽然没有助攻 但是呢上半场费南多那个球也是他直接渗透的传递 是的 比赛打到56分钟 广州恒大淘宝队三比零领先河北华夏幸福 场边哦 一下要换三个人 嗯 来自广州恒大淘宝这边XM被换下 两名前位 一名边后位 中一号徐欣 四个外援 嗯 因为欢迎花幸福阵线比较靠上 所以后场的空间比较大的费南多 对 飞过来 帕利斯卡 又是一个二打一 四比零了 阿里斯卡也是独中两圆了 又是来自保利尼奥的助攻 保利尼奥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助攻了 阿里斯卡这场比赛 可能会找回一点状态 嗯 从右路过来之后到中路的一个二打一 嗯 全都是一脚传球 一脚射门 再来看 其实这是后场的长传球找得到费南多 又是三个外援 费宝塔连线 费南多保利尼奥塔利斯卡 对 三个人完成了货门 保利尼奥做球 你看啊 队友接起来确实也很舒服 对 你看费南多也是直接一脚打 对 塔利斯卡也是直接完成了货门 对 就是味道嘴里的 不需要太多的调整了 味道嘴里的球 这就是传球的艺术啊 细节 做多大力量 做自己队友的哪只脚 嗯 什么角度让他更踢的更舒服啊 这个确实这都 在这一瞬间 他要做这个决定的 这就是 出现甩边线球 让人打个反击记录 对 确实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 就是在界外球 在对方的半场之界外球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要防守的策略啊 先看这次恒纳的进攻 好球 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 轻轻一挫 5比0了 打到第81分钟 控制恒纳淘宝队 将比分开写到了5比0 保利尼奥 打进了 竞球 这也是保利尼奥 本赛季中超 打进的第10个竞球 也是和现场的远中军啊 做一个互动 这个球传跑的时机刚刚好 对 来看一下 球到中路 保利尼奥 这一启动 刚好 刚好阳顶浩的这向前的这一个 也是空当的一个小搓 你看刚好也是挑过对方的 好危险 和北华幸福的 其实已经看到了 中路为球员体能的这个下降的问题 王天良知道马上 就准备上赵宇豪了 但是在 上来之前 又是被保利尼奥抓了一个机会 刚才应该是 他只要是空派的那一座 我会把这一座身的下降噪 我会把这段辑到